除了改变到中间之外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针对这一个流程图 流程图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背景的设计 因为这样子画完之后 它就是一个白纸 一张白纸 那怎么样去画出背景呢 现在设计这边 设计 我们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叫背景 背景 还有我们可以针对流程图来去制作 制作所谓的一个标题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背景如何做 当我点选背景的时候 这边有很多种背景 这边有很多种背景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做这个有地球 有地球的这种背景 你会发现它额外做在一页 叫做那个背景层 背景 点选它可以进行这张图的变更 那如果你在页一 你是不能选到那个背景的 你只能选到上面的这些图形物件 所以在背景这边 如果你不喜欢背景 或是你想要把这个背景啊 大小去做一些某种程度的调整 或者是位置的变更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因为它现在都锁起来了 它不让我们去做修改 那这个就是背景的一个使用 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去制作一个背景的话 可以直接在设计背景 挑选一张适当的背景 来去做使用 然后记得哦 这是背景层 所以要做背景的修改 请到背景层去修改 好